這條方程組是由四個variable 就是x,y,z和u 這四個未知數組合在一起 我們看到它幾乎有齊 我們可以觀察的是 首先看第三條式 這次第三條式的這個東西 發覺是可以被分解的 所以我們不如手行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完之後我們就會有 x加c乘以y加u這塊東西 那就等於16 如是者如果我們再把上面第一條式 又拿出來玩玩的話 我們可以寫成是x加c這塊東西 加y加u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等於8 如是者我們看到有兩根和 你當括弧裡面這塊是一個根 我們有兩根和和兩根積 結果我們可以組成二次方程的方法去解 簡單一點來說我們就解決得到 究竟這個括弧這塊東西等於什麼 整體來說我們就會有 x加c這塊東西就等於4 而另外一個y加u這塊東西 都是等於4的 然後我們已經用了第一條式和第三條式 只留下第二條式來說 沒有用到很孤單的 所以我們這次又看看第二條式 有什麼花神可以做 我們看到第二條式 這四個東西全部都平方了 基本上我們都想到 不如我們把它配一配方 那怎樣配法呢 我們看到這些括弧已經告訴我們 應該可以怎樣配的 所以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x加c這塊東西的平方的話 就發現多了一些項 我們要選擇2xz 然後剩下的就是y和u 這塊東西的平方 減下兩個yu 這塊東西就等於20 然後我們已經知道 x加c和y加u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代下去 然後整理一下條式 我們就剩下一個這樣的表達式 就是xz 再加yu 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6的 然後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第四條式 其實都可以拿出來玩玩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塊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說它是兩斤和 然後兩斤積在哪裡呢 那就是xc乘以yu 那這塊東西就是第四條式 那這塊東西等於9的話 那我們又可以多一次 偉達定理 那偉達定理 幫到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解決出來 有那兩塊東西就是xz 這塊東西等於3 yu這塊東西等於3 那 然後我們又可以再一次結合 我們如果留意一下這一條式 xz等於3的話 這一條式 就有兩斤積 那我們算過這個兩斤積是怎樣的 然後yu又是 yu有兩斤積 這裡剛剛好又有兩斤積 而是者呢 那些提解就不斷彈出來 那我們算到xz 一個是3一個是1 那兩隻加起來就是4 那yu也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我們解出來就會有這樣的樣子 xz xz一個呢 是3的話 另一個就是1 那另一組解呢 一個是1的話 另一個就是3 那 y和u呢 那是同一樣道理的 那也是這樣 那也是這樣 apply的 1 u就等於3 那而是者 我們 始終都是要mix出一個正確的提解 給這條問題 那所以呢 解決出來呢 我們就會有 我們可以這樣寫 這個 今次題目的提解呢 也就是 我們用vector的方法 x y z u 那 這組提解呢 我們這樣mix 2x22 又是等於4的 那我們會有4種 第一種就是 1 1 3 3 3 第二組是 1 3 3 1 第三組是 3 1 1 3 第四組是 3 3 1 1 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這次 符合這條方程組 這四組提解 就是這四組啦